过94年曾发生在新北市的一起鲁同勒索案 那么这是曾经当过本土剧演员的男子陈永翰 他因为工作不顺被里长收留 想不到他不但不惜福 而且一怒之下甚至还掳走里长五岁大的孙子 方小弟才五岁居然一个人被丢包在又黑又冷的山区 他被发现的时候不但脖子有肋痕 而且身上还被套了这个大型肩膠带 那到医院的时候那小孩子的脸都是那个红斑 红斑的嘛 缺氧嘛 很严重嘛 所以说现在小孩子现在还有红斑 谁想置他于死地 把时间拉到六小时前 担任里长的阿公一如往常叫孙子吃晚饭 才惊觉人不见了 大家很紧张 因为只有一个均村而已 我一个小孩子他晚上从来不及了 找不到方小弟家人赶紧先掉家门口的监视器 看看有没有线索 这一年没去 这一年没去啊 我刚刚在钓线线我还没人钓 说应该来给他钓线线线 你也早就给他盗线啊 陈永翰是里长儿子的朋友 借助里长家长达四年 方小弟喊他叔叔 但没多久 方小弟的爸爸一回家 就对着陈永翰破口大骂 因为邻居监视器正好对着里长家后门 清楚拍下陈永翰开车带走方小弟的影像 说没有啊 我没有带小弟的影像 那小孩子的爸爸就很生气了啊 小孩子明明就你从后门带出去啊 怎么说你没有带小孩子 他小孩子的爸爸就很生气了 就拿刀子要砍 陈永翰后来趁机跳下溪谷逃跑 虽然他没多久就落网 只是方小弟在哪里他就是不说 但当时天气冷不到十度 方小弟又只穿件睡衣 让家属很担心 他们想到监视器 拍到陈永翰开车的方向 正通往山区 于是一行人摸黑搜山 找也找不到啊 那老是他有带手电筒嘛 放来放去 他没有急啊 他就找一空去去表解 怎么找到有黑色塑胶袋 塑胶袋好像在动 塑胶袋里头就是方小弟 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那个晚上 方小弟是被陈永翰骗说 要带他去吃麦当劳 才上着车 他想说 这个方向不是要去麦当劳 要麦当劳是要一直 你怎么又绕回来 我家里又准备 不可以进来 给他只会比较 没想到陈永翰 真的把他载到山上 然后恶如混沌伸出双手 他意识到是 他要把他掐死 所以他都假装好 你要把我家属就装死 可是方小弟还要面对下一个考验 他接下来被陈永翰装到塑胶袋 再被丢入山谷 你想想看 从上面丢下去的时候 碰到石头 他都不敢叫 他都不敢叫 他都很痛 但是他怕叫以后 陈永翰又可以了 他有这样子 所以说这小孩子真的 我吓到也真的很聪明 方小弟则五岁 但他却临危不乱 忍痛装死 也终究判到家人来救他 死里逃生 会不会觉得是靠谷 为什么通常要跟家属讲 你把这小孩骗出去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 这样做很不应该 为什么陈永翰要杀害方小弟 陈永翰告诉警方 是不满里长要他搬家 才挑上他的孙子抱负 陈永翰有怯到心情前科 当过本土剧演员 跟里长的儿子是好朋友 由于没地方住 里长好心修留他 没想到他却当即想偷 还骗走邻居的钱 里长只好请他自力更生 里长万万也想不到 陈永翰到头来竟然恩将仇报 但陈永翰还是不知悔改 甚至还传了简句 恐吓里长一家人 最终被判处 七年十个月的有息徒刑 一定会有一辈子的命运 他现在是一直 我们是一直借着其他小朋友 就是带他去跟我鄰居小朋友玩 让他不要去想你 陈永翰看着方小弟长大 却狠心想夺走他的命 被方小弟置弱的心灵 造成不小的冲击 因为尽管三年多过去了 方小弟到现在 还是不敢随便跟陌生人说话 或许要有更多的时间 方小弟才能淡忘这段恐怖的回忆